野蛙台风目前的动向看起来比较明确的是持续往西北方移动 暴风圈也有扩大的趋势 因此北海岸也出现明显的风雨 像在基隆外海出现七级阵风 渔港也赶快固定船只 低蛙地区也要顺防淹水 另外在宜兰则是上午出现了间歇性的风雨 外海的风浪看起来虽然不大 但是渔港人员也赶快固定船只提前防台 海浪不断拍打冲上防波堤 瞬间惊喜大片水花 烟花台风相较于昨日牛步 今天动向较明确 持续往西北方移动 暴风圈有扩大趋势 上午东北方外海有明显风雨 接龙外海一度出现七级阵风 与七公尺浪高 来到朝靖公园天空乌云密布 海面风浪逐渐增强 八斗子渔港渔船宛如绑粽子 做好固定全力防台 不远处正兵港口彩色屋 除了渔船海巡艇也相互固定 防坏未染 再看到台二线外海风浪虽然不大 但黄港渔港渔船紧紧相扣 不敢轻忽 台风除了让人感受到风雨 市场生意人也体验到何为冷清 好不容易为解风 没想到又有台风来搅局 有些人不会来啊 还有还有雨啊 还有螃蟹虾子啊 对啊所以要家庭卖 花面转到越南 上午市区出现间歇性风雨 海边风浪不大 但是苏澳与大溪渔港 全都做好固定作业 不论台风来不来会不会有影响 只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蔡志恒 李克燕 基隆一览报道